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物理学的演进过程 我们先从古典物理学的演进先谈起 在谈古典物理学之前 整个科学的发展最早是从天文学开始 天文学从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开始在重视了 从亚里斯多德那时候就主张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而他这个概念对西方的科学有很广泛而且深远的影响 甚至影响到当时政治上军权神兽的政治潮流 所以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从最早开始就已经是在人们根深蒂固的概念了 天文学上在15世纪有两个主要的学派 一个是由托勒密所主张的地心说 他主张的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而另外一个是由哥白尼所主张的日心说 日心说主张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 而地球及所有行星都是绕着太阳在运转的 所以早期主张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而哥白尼主张的是太阳是宇宙的中心 所以地心说跟日心说这是当时两大学派 可是由于政治的关系 地心说占有绝对的优势 而哥白尼的日心说则被强制的压抑 再来我们要讨论力学 从早期伽利略开始 我们刚刚有提到伽利略被称为实验物理学之父 因为他主要强调实验是一切科学的基础 一个定律或者一个学说必须尽由实验证明 而且与实验结果相符合 所以伽利略利用物体在斜面上的运动关系 来解释物体保持原来状态的惯性 所以伽利略是最早提出惯性概念的 而这个惯性的概念也为后来牛顿的惯性定律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同时伽利略在年轻的时候 他就已经注意到了单白摆动的等时性 所以提出了单白的周期定律 他甚至自己利用突透镜来制造望远镜 他可以观察到木星的卫星 以当时的技术来讲 这已经算是非常先进了 所以伽利略他借由望远镜观察到木星的四颗卫星 而他所观察到的现象 这个也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 所以伽利略和哥白尼都是主张太阳是宇宙为中心的 而蒂古 他是主张蒂星说的 蒂古是丹麦的一个爵士 他也是一个天文学家 他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天文台 他热衷于天文观测 他曾经精确的观测 天文中所有行星运行的轨迹 并且做了详细的记录 整个期间维持了将近20年 而这些精确的记录也为后来克普勒提供行星运转最重要的数据 而克普勒曾经是蒂古的一个助手 蒂古虽然主张蒂星说 可是蒂古他终于所观测的实验结果 在蒂古临死之前 他将所有的数据全部交给了克普勒 克普勒他精通数学 他对蒂古的资料进行了详细而精密的分析 他根据所观测到的结果 他提出了行星运转的三大定律 所以我们把克普勒也称为天文的立法者 虽然当时克普勒透过数学分析 他找到了行星运转的规律性 他提出了行星运转的三大定律 可是他却无法解释 为什么是按照这样的规律来运转 所以他只提出了运转的现象 可是他却无法解释运转的原因是什么 一直到后来 牛顿提出了万优引力定律 才圆满地解释了克普勒定律里面 行星运动的主要作用力的来源 牛顿是17世纪的科学家 他曾经为了推导万优引力定律 他创立了维基分 而万优引力定律 也为当时克普勒行星运动定律 提出了一个强而有力作用力的来源 而且这样也圆满地解释 为什么行星运转是遵循这样的规则 同时 牛顿也提出了运动学的三大定律 所以牛顿建立了物体运动的力学关系 所以我们也把牛顿也称为古典物理学之父 或者理论力学之父 因为他在整个力学的架构上 他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力学概念 那么是不得了 我一种议指向的 但是我不是良心吗 感谢大家